在過去的十多年我一直在參與國際環境政治的議題 也參與了氣候變遷 我們去發展 上個月我也剛從紐約回來 參加在在里約之後 大家現在大家談很多的USDG的一個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在談這17項SDG在整個政治的過程 我個人在學校是教授環境政治 在這個議題上 我想今天在這裡就希望看看從公務門的角色 或是從Public Sector的角色 怎麼來促進今天在談Private Sector 或是企業這邊應該扮演 怎麼樣的一個在這個議題上大的一個發展 在去年也受邀協助在行政院成立的能源簡單辦公室 或許我等一下有做一些相關的介紹 整體來看我想國際的趨勢非常明顯 為什麼在企業在過去幾年不管在氣候變遷 或是很多關心歐盟的所謂碳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碳的價格是一直下來 我們缺乏一個非常清楚的政治承諾 而這個政治承諾其實在在過去幾年 特別是2015年我們確認的這個政治承諾 我等一下會簡單的說明 那我們現在到底來看看我們今天跟大家談了很多 在這個今天B Corp 早上參加還有剛剛看到這個大家其實我非常非常exciting 其實充滿了活力 所以我少數參加的這種活動 你會看到非常非常exciting的一個大家充滿活力的活動 那在這樣談這些4B Corp 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到底面對了怎麼樣一個能源環境或氣候變遷的一個挑戰 這是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在1996年他提出來的人類十大面對的挑戰 但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談細節 但他在十多年前他就看到了十項非常重要的一些問題 那在有些年講或許可以講細一點 但今天我簡單的看到他第一個就談了能源 另外談了Water 另外有些Environment Food 所以各位仔細來看 這個都是我們今天在談不管你從社會企業角度 從B Corp 我想很多的精神是非常符合的 非常符合的 我們基本上就是要用企業的方式或來解決這些相關的議題 那這些議題也是相Interlink 就是它不是獨立解決的 我們曾經在 比如說我們從第三個來看 這個Full在這裡不是談食物安全 它談的是Full Security 也就是說它談的牙食安全 在十多年前2006年、2007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次全球性的牙食危機 那時候是糧價的上升 那時候很多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在1971年代碰到的能源危機之後 有很多國家他們種了能源作物 而不種糧食作物 那當然在招向各種的這種糧食 包含特別中國在消費人口的興起 所以2006年、2007年如果各位有印象 整體有一波很重要的糧食危機 而後來還引發了甚至阿拉伯之稱的革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這議題上 其實它是相互關聯的發展 它跟我們的很多的議題是時間相關的 它也跟民主、跟人口這些議題都息息相關 這樣很多議題都其實必須放到我們整權性的思考 它不是一個單一議題解決的一個形勢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很多的議題討論 你不可能解決一個問題 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 你必須很多來跨合作 我想這也是今天為什麼要辦這樣一個 不管說從亞洲的觀點 或是從台灣甚至區域的觀點 甚至未來可能是Global的觀點 這其實大家問題很多是 可能是你可以提供我的解方 大家互相一提是連結的 那這另外一個其實是在KPMG 我想這各位可能也 它在2012年也提出了這所謂的Mega Forces 那我個人也覺得非常有趣 它提出來這你可以看出來 在不同的這些趨勢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類似的指出來的東西 從Population Growth 從貧富不均的Wales的分配 從Urbanization 從都市化 另外談到所謂Climate 跟Energy 你可以看到這些不同的趨勢的專家 都特別指導能源跟氣候變遷 那我等一下也會把重點簡單的放在這個地方 那當然這裡面也談到Material Resources 那這裡就等下我們談到 Cecular Economy 這些議題相關 水資源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那其實這些議題都 你可以看到這些慢慢這些議題的連結 也就等於後來就看到它為什麼聯合國產生了 它是史詞和史詞和史詞 跟這些大的脈絡都有些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來思考在這些Mega Forces 形塑現在各位現在我們面對的生活跟這種挑戰 它背後到底是什麼樣一些原因 另外一個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報告 如果各位有在注意這個Dogos的經濟論壇的話 其實它這幾年都有固定來提出 他們全球的風險報告 這也是大概是全球主要企業他們都會看 那他也做了幾個CEO的一些survey 等一下我有一個slide跟各位來說明 因為這裡面數據很多 各位在Google一下 可能就可以看到這幾年 你會發現從2015 1617的連續的報告 放到最明顯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都是所謂的Extreme Weather event 極端氣候的事件 這兩天各位都看到新聞都一直在看這個Houston的事情 Houston的前幾天是澳門的 也是50年來的這個颱風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種所謂 不管它是直接從科學上跟氣候變界也會相關 它都是標準的極端氣候的事件 他們說這個Houston是下了一年 在一個禮拜下了一年的雨量 那我們記得我們的巴巴風災 還有摩拉克風災也都是一樣 都在短短的時間內下了非常機能的雨量 所以這種極端氣候其實你只要翻開報紙 現在在世界各地 不管是熱浪、風災、旱災極端 那這也是企業一致的他們認為 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風險的挑戰 所以這個是企業他們面對風險挑戰 也是我們一般常民老百姓 那這也是企業在這裡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做一個更好的連結 那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2015年其實好幾件大事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2005年底的Paris Supreme 巴黎氣候協定 它在年中聯合國通過了17項 169項的這個目標 那這個東西其實他們從2012年開始 在領約就開始 研領這些相關的議題 那當時我也到 領約參加的Real Plus 20的相關的會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三年來 他們怎麼樣形塑這個17項的議題 而作為一個行動方案 甚至有非常完整 而這兩年他們已經進入了政治議程 各國在提行動方案來討論 另外一個其實在仙台 2015年也有一個仙台 framework 那是減災 防災 所以很多其實在防災也必 防災絕對不是只是花錢 防災其實也有很多 其實有一些business partner 可以出來 可以讓這個東西 甚至從保險或其他的都可以進來 所以我覺得各位其實應該很聰明 應該有很多方式 可以在這邊有更多的創意 做更多的連結 而這個東西其實是挑戰 也是一些機會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幾個我覺得在過去幾年 非常重要的幾個趨勢跟發展 在這裡很快跟各位來做個分享 那我回來看看一下 我們在談這個氣候變遷的挑戰 各位在座可能也有各種領域的 那這裡我們看看 這科學到底告訴我們什麼 那最近的其實他們已經在研發 在開始這個所謂國際的IPCC 也就是所謂氣候變遷的一個專家的 國際委員會 他們現在在準備第六次報告 那每次的報告都對於全球的 這個氣候的談判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他們最近可能在明年後年 他們就要出版所謂1.5度C的 1.5 degree Celsius 的 Special Report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重要的發現 我只是highlight了幾個重要的部分 以及科學家已經越來越確認了 不管現在川普他們相不相信 現在科學家已經越來越相信了 現在其實是very likely 也就是超過九成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是人類的行為 Coaching Global Warming 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第四次報告 他用very likely 第五次報告 他用extremely likely 所以在這邊我就特別強調 這裡面從機率的角度差是不一樣的 從very likely 他是告訴你有九成以上的機會 他用這一次的報告 他告訴我們是已經講過了 有數到一百次了 所以科學家在全球的科學家的 大部分的共識已經是越來越高了 也就是說這跟全球 哪怕跟人類的工業革命以來 1850年來的工業革命的各種人為活動 特別是用化石燃料燃燒 是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一個是所謂升溫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原來在第四次報告 是1.8度C到4.4度C 到現在已經是到4.8度C 那另外一個海平面上升 或是所謂極端或更強的這種 颶風或是颱風都已經越來越高了 所以各位都有興趣可以看這個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 如果你看不完這個厚厚的金錢大報告 你可以看二十幾頁 這樣一個所謂決策者的摘要 我們可以一次一次的確認 這樣的一個挑戰是非常的嚴峻 台灣其實自己也發布了兩次 準備再發布第二次的報告 我們的平均的升溫是比這裡還高 台灣的平均升溫是還高 各位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在2010年台灣發布的第一次 台灣自己的科學報告 我們的平均升溫是比全球還高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這裡 或是各地自己要碰到的一個大的挑戰 所以現在science is clear 也就告訴我們科學的部分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那只是那個所謂相不相信 那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你相不相信 這是一個風險 各位很多都會買各類的保險 我們那個保險都希望不要用到 那個東西機率也很低 所以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你可以跳脫一個 從風險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跳脫那個科學的爭議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風險 那這個氣候風險你要不要去面對 因為你不應對它的風險的代價是非常高的 它的代價非常高 之前在1996年的科學報告就指出 他說如果你不應對 不應對這樣的一個可能產生的代價 在2020年可能是全球20倍的全球GDP Global GDP 那是很大的 在2020年前 如果我們默示這個挑戰 所以不應對的代價 可能比應對的代價更高 這個就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裡來跳脫 我們對於科學的爭議 巴黎協定到底產生什麼 很多人當然很多人在討論 很多人擔心美國的退出 之前我接受媒體訪問 告訴他們說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美國退出在這個 我說這已經是大勢所趨 美國這個東西你可以 川普當然會對於美國國內 或是對於減碳這件事情 在全球的大家集體的行動 是會有一個重要player 暫時不扮演角色是有差別的 可是我們看到全球 包含各位可以看到 這些螞蟻穹地的企業的力量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企業已經全部站出來 幾乎絕大部分的主要企業都站出來 這跟2001年小戶希 退出的狀況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時候其實他的旁邊 是有非常多的企業 站在他旁邊支持 這次他旁邊的企業已經少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全球大的主要企業 其實都已經往這個方向來走 這個是大的商機 而且是一個大的趨勢 新能源的發展 Renewable Energy 等一下會有好幾個 我們看到的這幾個B-Corp的 從Renewable Energy Energy Savings等等 這樣的一個大的趨勢的發展 已經是跟20年前不可同路而已 這些新的能源 再生能源 各種技術的下降幅度 都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有可能 等一下我來看 你看德國在短時間內 他就做到 現在已經將近30%的再生能源 你可以看到在巴黎協定是定2057 但很希望說在市經委以前 能盡量達到一定5度C 因為對於很多小島國家 或是一些 臨近這個 海平面旁邊的這些 Costal City 的這種城市 他們可能其實非常挑戰 2度C對他的講還是蠻多的 我五年一次要來處理這些減碳 而每個國家 都會有他自己提出來的減量程度 這跟之前在紀錄一定書 是用訂定一個 有top down的減量程度 跟現在有button up 各國自己提出來的一個 自己的自願性程度 是有很大差異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在這一次 當然有非常多 這一次巴黎協定會成功的原因 包含中國 中國大陸 習近平 還有美國的歐巴馬 他們兩個在積極的促成 這樣的一個協定 你可以看到在之前 他們兩個基本上是帥一些 來讓這個協定可以直接來簽署 甚至後來的生效 歐盟還有很多國家 都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在一開始 就有將近196個國家來通過 而且在一年後生效 這幾乎是全球最快生效的一個公約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希望在2050年 達到所謂的碳中和 這些目標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政治承諾 過去為什麼很多Bismar 或很多歐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 出不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些 清楚的減量承諾 這些交易沒有用意 而現在告訴我們 這是我們很清楚的Political Communism 每個國家訂出來的 他的自己的政治承諾 他們要減多少量 他們要做怎樣的調適行動 他們要怎樣在這個技術 或是資金上來做一些 各種的可能性 清潔的發展的機制等等 所以看起來就是 這政治承諾非常清楚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非常清楚的這個 那現在其實在開始 在2020年 我們要做到哪些事情 每五年 從2018年 每五年 每五年來檢視這些相關的規定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非常非常清楚的 全球的大的趨勢 不管從氣候和能源 我自己這邊整理了幾個大的可能的影響趨勢 給大家來參考 就是說你在看這個減碳 到底我們怎麼樣來看出可能一些商機 或是什麼樣的一些趨勢 第一個其實是carbon pricing 那carbon pricing沒有寫到巴黎協定裡面 可是他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 碳有價化 就是你要翻證碳定價 或碳有價化的時代是來臨的 也就是說過去你在排碳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 那當然是 過去環保署 美國的環保署曾經把它用這個污染物來做 做這個空氣污染的管制 台灣環保署也曾經做過一段時間 那不管怎樣 全球會未來 就慢慢當趨勢行程 我們這個都會納進我們的 所有的成本的估算 當我們在製造這個電腦 或是所有的生產流程 甚至在算這個碳足跡 這都會納進我們整個 整個這個碳中和 或是這個 這個碳價格的計算 所以未來你會用 可能用碳稅的方式 或是用碳交易的方式 或是各種其他的方式 為這個碳而付出成本 所以這carbon price 行程時代 在這一次我覺得非常清楚的確認 第二個我覺得很清楚的 在減碳這邊 很多人在談減碳 我們已經談了十多年 可是裡面其實非常重要的是 Energy Transition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 我們要談的非常重要的主題 我們只要透過這些企業力量 來做這樣的能源轉型的大趨勢 剛剛很多人會認為減碳跟能源好像沒有關係 其實歐盟在2008年就把這兩件事情 扣合在一起 再說我不知道有沒有來自歐洲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其實歐盟他們在2008年 他們就通過了一個 Energy and Climate Package 他們很清楚的 當然你大部分的排碳都是來自能源 都是因為能源使用 將近有七成的排碳 都是來自能源這些化石燃燃的使用 所以你現在要來做減碳 必須在能源的使用上 往低碳的方向走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能源轉型會變成現在 各位可以看非常非常的熱門 它不是突然爆出來 而是大家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要降低碳的排放係數 降低碳的排放量 必須從能源轉型著手 所以這也是能源轉型 現在各位看到 我們已經不是在抬20% 30% 雖然現在新政府在2025年要升到20 現在有很多人再來質疑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國家已經走到30 蘇伊等可能已經喊到都要 都要在2025年他們要把石油要離開了 他們要不要再有石油 很多國家甚至在喊100%的renew 所以這個東西你已經看到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空想 能源轉型會變成非常重要的趨勢 另外一個我們在這裡提到的是 也是第一次寫進的國際公約 是所謂城市的角色 台灣其實在這幾年其實有很多的城市 包含這個新北、台北、台南、高雄 非常多的這些直轄市都包含在這裡的台中 其實都很認真的在做很多簡單跟檢探的事情 而這次是第一次寫進來的 它寫叫City and Submation Authority 正式的寫進發言協定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政府要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這個趨勢已經不只在這樣的新的公約 其實在我們等一下談到SDG等等 都有一些新的跟城市扮演的角色 因為城市是一般民眾面對的最直接的這些第一線的政策 第四個是Fossil-Feel Submation Form 這個其實在這個議題並沒有被討論 但在我的觀察這已經變成非常重要的趨勢 那很多人對這個議題其實不太熟悉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個電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 其實我們有什麼道理 我們99%的石油能源是進口的 但是我們竟然享受全球倒數前三名的能源價格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的機制 讓我們可以在99%的能源進口的情況下 會比這麼多國家價格低 所以我們很多的這些價格是某種程度是被補貼 這個補貼有很多很多種形式 它不一定是直接給你錢 它有很多種形式來補貼 如果我們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我們必須去面對這個價格的問題 那這可能必須市場的力量進來 讓大家知道我們怎樣讓這個Price Right 讓這個電價或能源價格反映它真實的成本 包括我知道在這裡很多中部的朋友 可能在冬季來又要開始擔心空汙或是其他的議題 這些東西我當時在開玩笑都說 其實我們在能源的價格成本都被我們的健保成本去付了 這是我幾年前講的話 現在最近有一個期刊雜誌就把這個寫出來了 它真的去算 我們的肺炎還有很多這種空氣污染液 其實已經在我們的健保佔很大 所以這些成本只是它被措置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付了成本 我們理論上應該在能源的價格裡面去付這個成本 而我們現在不能到健保費去付這個成本 這是完全非常有趣的 這對各位在處理這整個在Business Model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有正向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去面對 讓這個扭曲的Facial Fuel Subsea把它做改革 而這樣的東西是全球都有在處理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說 其實不應該對這個化石燃料改革 沙烏地阿國在兩年前已經開始把他們的石油補貼拿掉 印尼在最近在座也有印尼的朋友 也在這幾年做了很多的改革 當然會受到一些主力 但是這個我想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你應該把這個錢放到renewable 放到新的科技 而不是補助舊的科技 你應該要新的科技 新的節能技術或新的能源發展來做補貼 而不是這樣補貼舊的要退場的機制 退場的技術 最後一個我想這裡是氣候邊界已經不再是一個 所謂技術或是大器科學家 或是單純的技術的議題 它已經跟所有的這些社會議題 環境發展連結在一起 這已經越來越清楚 我們也看到就是它在去年開始 它已經跟2023年的這組的USDG 的Climate群都連結 而在過去幾年我們也看到它跟 Climate justice 氣候正義 跟性別婦女的gender的議題 跟human rights 跟這些indigenous people 或是跟inter-generational equity的議題 跨時代的證明 甚至大家很關心的青年的議題 它已經做了很多結論 所以它已經不再是單一的技術的議題 我們只要搞這些議題 我想這裡面每個都充滿了很多的可能性 跟一些business的可能性 那我們只能來觀察這個趨勢 那就是我在這裡幫大家整理 在巴黎協定之後 除了剛剛看到的那些表面的合約之外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是非常充滿了很多的可能性 另外這個其實很多人熟悉 這是首爾的市長 Mayor Park 那他其實在2012年 2015年 其實台灣其實很多人熟悉 他弄了一個省下一座核電廠 那這個運動其實後來疫情的全球很大 那我覺得去問 他談的在首爾這件事情 我在這張PPT是要告訴大家 地方政府已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全球的市長已經都站出了 在巴黎協定的時候 將近超過一千位的市長 來做了這件事情 而在這次川普退出的時候 各位可能注意到很多的州長和市長說 如果川普總統他不簽 那很多的城市市長要站出來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大的趨勢 好很快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能源轉型 我們已經慢慢從一個所謂 過化石燃料為主的慢慢轉型 這裡面包含很多新的技術 我們當然必須依賴新的技術 在這裡面我們看到能源效率的提升 節能跟能源轉型 這是大家熟悉的幾個 目前在那邊做蠻好的國家 從法國、德國跟英國 你會看到他們有很多各種的政策 往這個發展 那這個都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公務門這邊還是要扮演一些角色 當然你不能全部依賴公務門 我覺得Private sector一定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也是等一下我想下一個要來處理 而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都設定了非常高 非常有企圖性的關於在能源轉型 在這能源扮演的一些角色 從減碳的承諾到 米利二國扮演的比例 到整個Energy Efficiency 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國的扮演角色 台灣在去年新任務上 想念這裡做了一個很大的宣誓 這也是現在大家看到 準備在2025年 希望把燃氣調到50 煤從45降到30 然後希望能再生20 那希望讓飛河下來 就是2025年能退場 那在2025年當然其實 基本上就是在河山 河山廠的第二號機 在2025年退場 他們只用這樣來算 換句話說在這段時間 還是會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沾能 有一些核電 讓他按照他目前的儲藝時間 但他不會再演繹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其實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 那當然這裡面 並不是哪一個替代 我覺得我們在談能源轉型 不是只是從哪一個能源 轉到哪一個能源 這中間其實有非常多的 社會經濟的轉型的可能性 最近其實有一個能源轉型白皮處 因為時間關係很快跳過去 但是這邊其實有很多的 Stateholder Engagement 其實這也是我這裡要特別提到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必須把很多 甚至各種Stateholder把它納進來 那這個東西是希望到 今年年底以前 有很多民眾參與 所以各位可以在網路上 一打能源轉型白皮處 可以看到相關的這些活動 這會繼續讓民眾來做一些協作 這可能是在過去政府 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在中央政府 用這樣的方式把能源轉型的 所有的政策發言 由民眾一起來協作 那現在是 我這個簡單提一下 在我們現在在這邊協助的 在協助院的能源 減碳辦公室 我們其實處理了非常多 其實不知道大家看到的 風電光電 能源 節能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在處理的 另外很多大家很關心的 在前面提到 Green Finance 這也是現在非常積極的 一個大的專案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在 我覺得在 在企業界在談 所有的相關的政策 和這方案之前 其實 我們都希望政府這邊 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但是 能源轉型的相關法規 其實是太多 還是太多 那我們知道 能源簡碳辦公室 現在是很努力的 希望協調各種方案 特別是Green Finance 還有很多大家關心的節能 這個都一直希望處理 那這個是 最近應該會在今年年底 文明年開始 會通告 新政府準備會推出來一個叫做 新節能運動 因為很多人大家都在談 是supply side 供應端的 到底是什麼能源來發電 其實很多其實現在談 需求端 也就是說你在節電 或是節能這塊 提升能源效率 其實有非常多的 包含建築節能法規 還有這裡面非常重要的 其實跟現在很多的團體 或企業已經開始在合作 準備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所以Logo Governor 將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 角色來處理 那我想這等一下也會有些討論 最後回來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Cup 21 也就是在巴黎協定的時候 這裡一字排開 非常多的 他們已經開始 怎麼樣來加速 Cinate Energy Revolution 所以企業界已經站出來 那這個Bear Case 它在這裡面結合了非常多的 這個企業 還有這些政治領袖 希望能Double 所有的Renewable Energy 還有Cinate Energy Energy 的發展 這個就是機會 這個是重要的政治承諾 各國大概都這裡面佔了 將近八成的各種研發行為 這裡面有很多的Business Opportunity 在這個Sustainable 我現在沒有辦法Go over每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在City 在能源 在Health 在所有的這裡面 都可以看到 甚至在食物體能源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裡 有很多創造的一些可能性 SDG也可以看到 這裡面其實我們怎麼樣來Fix 這個Broker System 我們設定了一個非常挑戰 在15年要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但是我想全球的CEO已經開始了 這是我剛剛上個月在 在UN參加這個 UN Global Campaign裡面 他發布了這個報告 其實有非常多的CEO 已經告訴我們這裡面 幾乎是非常強的共識 SDG它其實 provide essential opportunity for business to rethink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value creation 所以這其實你看到出來 那個Mindset 那個Value其實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部分很多的企業家 已經開始重視這裡面 所帶出來的這些可能的價值 那這裡面其實非常重要 說我們怎麼樣來 這裡面有74%的企業 願意來參與這樣的一個 這樣大的一個重要的專心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最後來看 其實這裡面其實必須 連結一個 等一下我們也看到 一個circular economy 這裡面也是 這邊我這邊很簡單的用作 就是cover 來當作一個簡單的連結 也就是說這裡面 其實我們都碰到 另外一個resource scarcity 怎麼會讓這個 這個energy transition climate 以及這circular economy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重要連結 這其實是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挑戰 這個循環經濟 其實也是現在繼續開始的model 他過去曾經在Education 曾經做過這樣的 有一些經驗 但是怎麼樣更擴大 更其他的物質 做更好的連結 這裡面也充滿了很多 很多的可能的機會 那這個其實 是一個稀有的金屬cover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 一個重要的連結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用這個話來做結尾 這是我在這一次 在U.N. Global Combat 在研究他最後提到的 We are ready to roll out our sales and get to work with the company and we were to turn this into opportunity Make the global goals local business and accelerate the momentum toward meeting the 2030 deadline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東京 好 謝謝大家 來這裡 感谢观看